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其实 在咱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幻想 如果我们以后结婚了 你 我 还有我们的孩子 一起去法国 能够在埃菲尔铁塔下面 照一张全家福 我坐在路边 喝着咖啡 看着你带着我们的孩子 一起喂鸽子 张阳 要不都你离婚了 我们就马上 一起带着布洛斯去法国吧 对不起 谢谢我 我今天来 就是要告诉你 结婚离不了了 为什么 朱丽安怀孕了 我真觉得挺可笑的 就好像老天抽了我一大嘴巴 你说这段时间 我做了多少事情 我装病 我假装加班 我为了不引起朱丽安的怀疑 不惜把你的来电显示 改成会计老肖 我这都为什么呀 就为了布洛斯 就为了我能跟他 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可就在 我感觉一切就要 云开雾散不如正轨的时候 朱丽安怀孕了 那布洛斯怎么办 说实话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不可能抛弃我的家庭 抛弃朱丽安 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是你啊 不是张扬很失望吗 没有 我正好要找你 说点事 你坐 我坐 少见 你说 跟我有话说 说吧 张扬 马上就要跟朱丽安离婚了 他答应布洛斯 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让他健健康康地成长 恭喜 真该恭喜你 九月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是吗 你想过吗 就算张扬真的跟朱丽安离了 他心里面到底爱谁啊 他爱的是你吗 张扬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 你应用他这一点 把他传在你身边 有意思吗 快乐吗 就算你得逞了 你觉得他能死心塌地地 跟你好好生活吗 我们的感情是什么样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龙子 张扬 他已经同意要离婚了 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 无休止地去纠缠下去 我更不想因为我去影响你的家庭 我更不想因为我去影响你的家庭 不不不如这么回事 九月我想问你啊 是不是你觉得比我强的男人 就能当孩子的爹啊 你是想让孩子报复我 还是想让孩子顺住张扬 我不管你有哪一种 我们之间过去的事情 都过去了 现在 你没有自够否认 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布鲁斯他很爱张扬 张扬也为布鲁斯做了很多事情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现在非常好 龙子 龙子你听我说 我这一辈子 我没求过你什么 就算我这次求求你了 我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我答应你 在不影响你家庭的情况下 你可以随时见布鲁斯 好吗 可是九月 我不想这辈子 都偷偷摸摸地见这孩子 我不想这辈子 都让他只管我叫叔叔 那你去跟他说呀 你去告诉布鲁斯 你是他的亲生父亲 你看他接不接受 我告诉你 龙东强 如果你要是说 你是他的亲生父亲 你就是真正伤害他的人 你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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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